随着社会的发展 出轨已经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了 如今 女性出轨的现象在社会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女性出轨和男性有所不同 女性思维更加细腻 所以女性的出轨往往更不容易被察觉到 但即使女性坐得在天衣无缝 小心翼翼 也还是会在细节中暴露破绽 只要男性用心去观察 就一定可以察觉到异常 虽然女性出轨后的表现仁而异 但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女性出轨征兆 男性应多加留意 一 行踪神秘 一旦女性出轨 她们的行踪就会变得神秘莫测 她们可能需要隐瞒见情人的地点 或者编造一些借口来掩饰她们的行动 二 电话短信频繁 女性出轨后 她们通常会频繁接听电话和发送信息 她们可能会避开他人接听电话或与情人交谈 甚至时刻携带手机以确保不漏接 三 社交圈子变化 女性出轨后 往往会改变她们的社交圈子 她们可能频繁拒绝参加家庭聚会或朋友聚餐 或者经常独自外出 甚至不再愿意和家人一起共度时光 四 着装风格的改变 女性出轨后 通常会对自己的穿着打扮更加注重 她们可能会选择穿着更加性感 时尚 或者化妆更加浓重 以吸引其他男性的目光 五 情绪变化 女性出轨后 情绪往往会出现波动 她们可能变得更易怒 或者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甚至会流露出内疚和不安的情绪 六 关注身体健康 女性出轨后 通常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她们可能会定期锻炼 或者更加注重饮食和健康习惯 以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 七 对伴侣冷淡 女性出轨后 往往会对伴侣表现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 她们可能对伴侣的需求和感受不在乎 甚至经常挑剔指责伴侣 八 拒绝夫妻生活 女性出轨后 通常不会再与丈夫有亲密关系 因为她们已经沉浸在婚外恋的甜蜜中 所以通过拒绝夫妻生活来表达对情人的真情和爱意 女性出轨的表现仁而异 但通常会有一些明显迹象 如果您发现伴侣出现以上任何一种行为 您应认真考虑与她坦诚交流 并寻求解决方案以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